And we should add one more No 幹嘛戳我啊 管理員說如果這樣我面對 他就要幫我說實口啊 講不聽你講不聽是不是 你都已經五年期了 我到底要講幾次你才聽得懂啊 對不起 為什麼要對不起 謝謝你們這麼照顧我 我真的很享受每天 跟你們相處的時刻 好 你是很威脅我啊 我覺得要不是我就先打 他怎麼也沒辦法演出那個 樣子 現在跟發獎他太緊了 不想要找他拍什麼 嗯 希望他少拍一點 像這樣偶爾出來 你們兩個都會釋放壓力喔 他哪來的壓力 只要跟他在一起久了 至少要變得緊張 幫你 幫你 怎麼了 你沒吃藥 乖 把油喝了 我為什麼要吃藥 你叫他吃吃看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為什麼全世界都要這樣陪你玩啊 在前面裡面打的都是打字 那你全回想起來會不會 對 好 好 你會寫我嗎 好 好 好 這也會寫我嗎 你這也會寫我嗎 你這也會寫我嗎 我覺得要不是我就先打 他可能也沒辦法演出那個 樣子 穿過去 我應該沒有要睡覺 我這麼抗議說為什麼 女生沒有給一涵 他那個討論了兩三 沒什麼才11歲而已 我要練多遠 學 課業為主 對不起 而且 很容許很多網友在底下說 你12歲就人生成就結束 接下來你要怎麼突破自己 我覺得就 以課業為主 我以課業為主 沒什麼才11歲而已 我要練多遠 課業為主 表演酸 他倒很低 喔 真的喔 天才 現在跟我們發講他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天才遠 會想要找他拍誰 呃 我希望他少拍一點 都是有點小的 你慢慢可以啊 同意 對 我們真的很怕他 愛彩啦 我們天才 對 跟他們說那個 甘羅 12歲 拜相 不知道那個臉 甘羅12歲 拜相 可以 他 他 講英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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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12歲他都沒有露餡 他的面像 如果他年紀那麼小 那樣子 他不是有眼睫嗎 都沒有露餡 你知道 天才嗎 他香港演員第一次到台灣來拍電影 然後就演了小小子 嗯 但因為他沒有露餡 當然有一點點小小事 慢慢來吧 那個 我希望他也是慢慢來 今天他最大的焦點 就是 大家的驚喜 對我們來講也是驚喜 希望這些東西沒有把他 他是一個 很愛的 天賦的一個演員 是演員 不是要當小孩 有天賦 他的天賦很特別 就是希望他的教育受得好啊 那個 成長發展都很健全啊 對 我覺得演技都不需要 太早的演員 對 人生的經驗 他的成長成長都 欸我不要遇到我脈絡這樣 對啊 沒有機會聽你說啊 現在也難得有機會啊 要不然明年你又不會回來 不是 沒有 嗯 你們 在吧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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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